Hello,大家好,我是张老师,来,听一声 今天的主题,谈谈属龙的 你在农历12月份的运势 农历12月份,国历啊,元月11到2月9号 元月11到2月9号,来 你在农历12月份,走的是劫财 属龙的要注意哦,你在农历12月份 劫财,劫财只有两个信息啦,两个信号 出来跟你讲,财用或是财困 所以你在农历12月份要注意哦,都跟 钱财有关系,财来,财去 财难聚啦,一般而言 你今年整个二三年走的是正观,碰到 结财,一定要注意啊,正观结财 这个正观会教训你这个结财 所以我一晚再跟你讲,农历12月 对你来讲,不是一个太安定 但是如果你做了工作,是属于那种不安定的 业务型的工作啦,卖房子,卖车子 理财,专业,保险的啦,还是像老师这种行业的 就设计师,命理师 他的收入有一点不安定 那这个不安定的过程当中会导出一个东西嘛 财来,财去,财难去 如果你有在缴房贷啦 小孩子要读书啦,有信贷,有车贷是最刚好 财来,财去 然后财难去,可是债务减轻啊 先跟你讲,你农历12月份总是结财 一般来讲,这个比较适合灰色的 因为灰色的本身没有什么财嘛 如果他有财,他去做白道 为什么要做灰道的 对不对,黑道的一定很有钱 黑道最大的风险系数是莱莉亚敦娘 就这个风险系数,叫做官非嘛 其实没有什么纠纷啊 所以属农的不错啦 农历的12月份 你的舒适程度相当高 百分之47,47% 那还是先从大运,流年,流月来讲 因为你的年,正观 你的月走劫财 加在一起正观劫财 这个也不太好 但是你这个月相当舒服 那委婉一加一减 黑格尔讲的 辩证法,正反合 所以哪一个比较好 灰的 为什么老师喜欢讲灰色的 灰色的产业是这样子啦 为什么他最好 说他很有钱也没有 说他很坏也不够坏 说他很穷 又好像有一点积蓄 所以要注意哦 灰色这个产业 最怕碰到正观 最怕碰到正财 这个官跟财抽在一起 叫做财官两美 那你就积蓄 所谓财官两美 是讲给那个白道听的 书好好读 有没有 然后你就会考上官 然后升官 然后发财嘛 对不对 其实当官有两个途径嘛 升官知道 对不对 那如果你不要勒 杀人放火等朝安 升官知道没有 两个 第一个好好读书 第二个 杀人放火等朝安 这个大概是在民国初年 那个军阀歌剧时代的以前 什么梁三婆啦 利林好汉 八卦你们最喜欢看 那个杨家将 那个穆归音不是吗 杀人放火等朝安 这是古代 现在不可以哦 纯聊天 升官知道只有二 好好读书 努力读书 考上这一个公民 第二个 杀人放火等朝安 来 舒适程度47% 很多人都在抗议 老师啊 你怎么不讲六集日 六集日 讲一讲就好 诶 各位啊 各位啊 你只看到人家吃肉 都没有看到人家哀咒 台上三分钟 台下十年功 你以为那个六个日 随便跳 我要每个生肖 要看你们的属性 然后要把三十天的日子 拿出来 然后要来挑 挑六个集 挑六个胸 十二生肖要挑十二个 要看十二遍 看完之后 要把它做起来 背起来 然后跟各位讲 那个不是随便翻一翻 阿里的六集六胸 我不是跟各位讲吗 讲话要负责任 住过一定留下邻居嘛 走过一定留下痕迹 话可以乱讲吗 饭你可以乱吃 话不能乱讲 因为你讲的每句话 每个人都会听在里面 然后去执行 对不对 如果你们有 有最好的方法是 找算命老师去算 找你信得过的老师算 如果不行 六集六胸 可以听听看 他的精准度 大概七十percent没有问题 如果你有加上这一种八字 大概精准度会拉到 百分之八十六到九十二 如何趋吉必胸 就简单来 断吉胸 何时吉何时胸 再过来趋吉必胸 就这几个方法 那你的六集日来 在元月份一月份 有四天 十四 二三 二六 三一 二月份有两天 四跟七 四号七号 六胸要注意 因为你知道吗 因为快过年了 六胸你要逼一下 一月份来 四天 十二号 二十一号 二十七号 二十八号 再过来二月份 六号跟八号 尽量 因为快过年了 你知道吗 尽量 在这个六集日 把你该办的事给他办了 因为农历是在 除处在二月九号 所以二月七号是你的集日 二月八号是你的凶日 那二月八号可能除处前一天 大家要回家 可能会开车 你在开车一定要注意属龙 因为怎么样 因为明年 明年 刚好是轮职 你刚好是当那个职日生 所以要稍微注意这个点 六集六日已经跟你讲了 什么叫成功 对的时间 对的地点 对的人 对的是叫成功 这有什么好讲 我们在这一种生肖的 六集六兄 只会跟你推 对的时间 你尽量去做对的事情 不对的时间 尽量不要做事 因为你不对的时间 硬要去做这个事 失败的几率会有八成 所以一样 最好的方法还是这样 不要太迷信 但是有时候这种东西 让你不得不信 所以有时候老师的看法是这样 心事白隐藏自在 一如流水认东西 不好的运怎么办 你不好的运来 不好的日来 你也是要吃饭 所以风来逐面 厌过长空 物来则运过去不要流 不要太挂爱过去 我以前多红多帅 多漂亮多英俊 你朋友有多少 那要怎样 而今安在在 最重要就是当下 各位要注意 好汉不提当年勇 如果你再提到当年勇 那可能证明 你可能已经开始在衰老 以前 这个英雄到老 街归佛 树将环山不入兵 有的人刚刚不是上将 是什么将 退下来 就好好的过你的日子 台湾很多总统 副总统 退下来 好好过你的日子 不要管太多事 因为怎么样 因为你有退休金 闲来没事去逛逛就好了 来 现在抽抽签 属龙的男生 要知道农历12月份 以丑业的运势来 现在地义五首 借老师之首 地义五口 借老师之口 有借有还 八百年 再借不难 八百年 哎呀 八百年 来 这一支 龙南 哎呀 这一支什么东西呀 风三剑 剑剑的 剑剑的我来了 鼠龙的男生 看这里 这个风三剑非常好 这个山啊 慢慢的在涨树木 它不是一下涨 疫情讲的是什么 剑变 宇宙之间都在变 一 在变 第二个 这个变叫 剑变 第三 唯一不变是什么 就是变 你看 多会唬烂 唬烂的疫情 这一歌跟你讲 风三剑 讲什么 讲一只鸟的故事 一只鸟的故事 相当好 这一只鸟不错 男生 鼠龙的男生 农历十二月份来讲 因为这 农历十二月会衔接 大概二十年的运势 因为它是一个转折点 Turning point 所以它跟你讲 它讲一只鸟什么故事 一只鸟飞在岸边 给人家赶 飞到石头上 然后又飞到陆地 后来又飞到树木 后来又飞到什么 丘陵 后来又回到陆地 它在跟你讲 绕树三渣 无知可依 然后前面是夜明星熙 这一只鸟乌雀难飞 绕树三渣 无知可依 坏的地方是这样讲 好的地方是怎么样 虽然没有天长地久 但是要用就有 你看 一个礼拜有六天可以飞 岸边 石头 对不对 岸边石头 你就注意看这种理论 相当相当好 然后陆地 然后树木 飞到树林 然后丘陵 又飞到陆地 相当好 这只男生 在跟你讲什么 不要固定的 变来变去的 灰色产业 100分农历12月属龙的 你在农历12月份 相当有斩获 12月的斩获 12月的成败 扯到你24年整个收入 因为今年 这个月份是交接月 大概不会说好不好 大概整个衔接 要注意听 来 现在来讲讲这个 龙女 六级六中 太多同学在问 但是你们要同情一下老师 那个不是随便给的 没有啦 那个都要一个日子 一个日查 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窝土 然后一天当中 又分12个时辰 他是急有多急 凶有多凶 你有随便抓 真的你们都不晓得 老师的痛苦 来 龙女 要知道 农历 宇丑月 农历12月份的硬是来 现在老天无手 借老师之手 老天无口 借老师之口 有借有环 八百年 再借不难 八百年 八百年 哎呀来啊 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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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乱 摺地 翠 有一个地方很重要 先讲你们本来错误 这个摺地 翠在跟你讲什么 很好 地上 地的上面 有一个水则 这个翠在讲翠起 翠炼 你需要注意看这里哦 这只卦 在跟你讲相当好 不过你要注意 不要拿翘 因为摺地 翠这一只卦 四十五卦当中 在六二摇词当中 有解释 福乃利用月 什么叫福 福就是诚信 只要你有诚信的话 心诚则灵 利用月 这个月是讲 夏天的祭礼 有没有祭神 听好 这个玉经大概来自商朝 商朝 然后周朝 周恩王 幽儿养役 福乃利用就是 只要你有诚信 你即使用夏天的祭礼 夏天的衣服 来敬拜这些祖宗神明 都算极 所以福乃利用月 相当相当的有名 甚至他下面那只卦 四十六卦 帝凤针都一样 福乃利用月 一直重复 这只卦 女生你要注意哦 相当的极力 但是有跟你讲 不要拿窍 见老就收 这个叫三分丁老 像股票投资 有赚就跑 因为怎么样 因为你物极必反 所以他已经违反跟你讲 极 但是极中有一点带什么 带一点波动 不是凶 所以一定要诚信 诚意即可 像那个中福卦讲的 讲什么 囤于极 只要你有诚信 用鱼 用猪肉拜神 OK No problem 有空我们都会讲到疫经 那今天就讲到这里 好 一样喜欢老师视频 按赞分享 加入订阅 或开启小叮当 新的视频上 你会通知 那一样 新的一年快到了 各位一样 不要太乖利乱神 不要太迷信 三件事再讲一遍 孝顺父母 多做善事 不要杀身 你们一定要讲 老师啊 我父母亲不在 你不会记灵骨塔拜下他吗 以你爸爸 或者妈妈之名 多做善事 当然说 你又要讲 老师我没有那么多钱 做善事怎么办 福乃利用月 沉浸几个 做做燕共 小小燕共会怎样 小小的亲切 可以推动世界 可以推动灵界 再讲一遍 小小的亲切 可以推动灵界 对不对 我们也不可能 每个死的都上天堂 万一下地怎么办 还好 想当年你还做过燕共 还为为流浪鸟 为为流浪鬼 为为流浪猫 流浪狗 还有流浪宠物 这个功德无量 听好 福乃利用月 没事 多做燕共 好 今天又讲到这里 祝各位平安喜乐 最重要一定要幸福 还有一定要美满 一定要美满 好 今天讲到这里 拜拜 拜拜 拜拜